林启明心情复杂,早年,即使他声色俱力,王轩依旧客气地喊他灵叔,谦逊而有礼貌。 自从在新月再次相见,他则直接喊他老灵了。 王轩礼貌地解释过,这是为了让他安心,以后就别多想了。 一时间,林启明百感交集,怎么很想打他一顿呢? 当他转头看向老陈,他心中更不淡定了,喊他老灵也就罢了。 偏偏这个要死了,许多人都送过花圈的陈永杰,居然活得这么年轻。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老陈这时,逆生长了。 现在也就三十岁,妥妥地变成一个寸头青年了。 老陈这种充满青春气息的长相,在笑咪咪地喊他一句老灵,让林启明非常不识滋味,超烦,真好啊。 许多财阀所追求的,不就是长生吗? 而陈永杰已经走在这条路上,林启明心绪起伏,无法平静。 他轻叹了一声,与老陈碰杯,道,陈永杰,咱们年轻时也没少在就徒打交道,关系不错。 没有想到,一转眼二三十年过去了,你走到了这一步。 陈超凡,新兴与旧地第一人,可与岁月相抗了。 老陈也叹息,道,一转眼,我们这代人都老了。 至于你说的第一人,我不敢当啊,压力很大,没有人可以一声高歌。 说不定有一天,神话就腐朽了,我最多也只是这个时代,激起较高的一朵浪花,但随时都可能会有大浪落下,那时终究会被拍得粉身碎骨。 多年后再看你我,都是岁月面前凋落的黄叶,只是有的叶片稍微晚坠落片刻罢了。 两个五十出头的人,居然话语这么沉重。 王轩也不好喊老陵了,默默地敬了他一杯酒,转身离去。 老陵,我和你说,你可能做了一件错事。 老陈盯着王轩的背影说道,你有话说。 林启明看着他,也看向王轩的背影。 老陈点头,道,就冲咱们年轻时,一起挖过先秦方式大幕,一起欣赏与点评过那个时代几个最漂亮的姑娘,我便想提醒你一下。 林启明神情略微恍惚,回忆起年轻时的一些荒唐事,摇了摇头,又看向陈永杰。 老陈很严肃,道,王轩他,以后的成就会极高,在救赎这条路上他能走得非常远,会超过你我的想象。 作为老友,我也只能说这么多了。 林启明声音低沉,道,都说他现在已是宗师了,比你年轻时都要强一大截,数年后,他很可能就是王超凡了。 数年后,他会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强。 老陈郑重说道,这种神色很少见。 林启明顿时一惊,瞳孔收缩起来,他是个聪明人,不然也很难在他们这一系的财团中被视为接班人之一。 老林,咱们关系不错,我才和你多说了几句。 以后你如果看王轩不顺眼,无事就好了,但是不要有动作,不要尝试阻击。 不然的话,你面对的先是我陈超凡。 老陈转身离去,林启明仰头喝尽杯中酒。 然后,他发现,那不是钟家姑娘吗? 带着一本泛黄的书籍,去找王轩了,悄然送了他一本经文密册。 林启明不得不多想,中庸这个人很恐怖,现在更是练了一种异常的秘籍,身体皆出馋渴,只要复苏,大概率就无人可抗衡了。 中庸的重孙女送王轩经文,这是什么意思? 在密地时,中庸看好他吗?曾有过吩咐? 看到没有,他和你父亲关系缓和了,刚才还碰了一杯呢,不过这个钟情怎么过去了? 周云在远处的角落开口,与林薇交谈。 他现在与平日不一样,很严肃,看着场中的王轩与钟情皱起了眉头。 周云看向林薇,道,你们之间应该聊一聊,我去将钟情喊走。 大厅中,几株灵药树流光一彩,芬芳扑鼻。 来自异域的其实,摆成景观,盈盈发光。 更有几头怪物被制成雕本,庞大射人,引人为官。 钟情穿着高跟鞋,穿着树腰开叉露出美腿的晚礼服,实在吸引眼球,他鸟挪而来。 在水晶灯下,整个人清纯甜美,很是灿烂,频频对向他打招呼的人微笑点头。 九节悬身 王轩亚然,钟家这点还不错,很讲信用。 无论是钟成当初说送他写真经文,还是老钟用九节悬身与老陈交换地先权,最后都履行了。 在密地时,老钟留了一手,只给了老陈半部九节悬身,毫无疑问叮嘱过钟情了,安全回归新兴后,可送出全本。 多谢! 王轩收了起来,九节悬身与丈六金身对他链石板经文有大用,是极佳的辅助经文。 钟情道,我自己私下里也和赵赵用经书换了地先权,在密地给了他五色金丹元神术。 按照约定,回到新兴后,我还要再给他一篇最顶级的经文。 他说,让我直接给你,你想要什么方向的密法? 下次我给你。 王轩想了想,开口道,顶尖的断氧肉身的经文,或者极致强大的精神法门。 好,钟情看着他,美眸灿灿,绕行了几步,像是在反复仔细打量他,最后小声道,王轩,王霄,是不是就是一个人? 他早就有所怀疑了,今天终于开口询问。 事到如今,王轩也无所谓了,真身与化身对外都展现的是宗师层次的战力,暴露与否没什么大影响。 只是,王霄有点招心术领域的人记恨罢了。 王轩笑了笑,没有说话。 附近,许多人都看着这边,钟情大长腿,面孔漂亮精致,再加上身份非同一般,确实非常吸引眼球。 周云走来,想要打招呼。 这时,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出现,虽然不再是青年,但依旧帅气,如今更是有种成熟的魅力。 赵书 周云与钟情都打招呼,他则点了点头,示意他要与王轩聊一聊。 我是青汉的父亲。 中年男子自我介绍,神色颇为正宗,也带着一缕优色。 赵书 王轩礼貌性的称呼,但也没有太过接近,自从经过老龄同志洗礼后,他对与这类人交谈已经有了经验。 虽然他对赵青汉亲近,对他父亲初次见面也有好感,但是,过于接近的话,这类人想法太多,平常心应对就可以了。 我听说了,在密地时,你多次就青汉,我很感激感谢。 赵泽俊开口,他沉声道,和我说说青汉的具体情况吧,我很担心。 王轩理解,身为父母,子女陷落在怪物横行的密地中,谁不忧虑。 他慢慢讲述,告知赵泽俊,赵青汉目前看没有危险,而且可能有不小的机缘。 尽管对于新兴人来说,被说话的老胡带走,觉得诡异,但也不是不能理解,连猎仙都被证实存在,还有什么不能接受。 王轩讲得很细致,当然关于他与赵青汉的一些点滴,忽略过去了,避免眼前这个帅大叔化成老龄第二,成为护女狂魔,一切还是先等赵青汉回来再说吧。 远处,林启明看到赵泽俊拉着王轩在那里滴语,认证聆听,不时认真的问上几句,还不时点头,他不禁轻轻一叹。 他从自己亲外甥周云那里,已经了解到不少情况,在密地中,王轩与赵青汉走得很近,两人一同经历生死磨难,又共进地仙城。 他看向自己女儿林威那里,发现他正转过身去,慢慢远去,只留下一道背影。 王轩与赵泽俊谈了很久,最后赵泽俊拍了拍他的肩头,道,小王,谢谢你,以后有事,或者有什么麻烦,仅可以来联系我。 他塞给王轩一张银色的名片,转身离去。 三个老头子,五个中年人在和老陈说话,相谈甚欢,恭喜他晋升超凡领域,明面就是为了给老陈祝贺,才有的这次晚宴。 最后,他们提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。 老陈,你是超凡者,有足够强横的实力,我们刚才说的神圣龙蛋,你真不动心。 蕴含着海量的生命能量,可以让你迈出去一大步。 还有那魔法圣权,喝下去就能成为大巫师,是神圣大药啊。 他们谈到西方人正在狩猎的那颗星球,传闻很吸引人。 目前,西方的财阀都要疯了,不断派出舰队,潜出高手,想要得到神圣龙蛋与奇药,获得长远的寿命。 消息传过来后,东方这边的老头子,各个财阀的一些位高权重的人,也有点坐不住了,准备派人去狩猎。 老陈能不动心吗? 连龙蛋与魔法圣权都有,太神秘了,他确实想去见识一番,但他又怕被人留在那里,回不来了。 小王,你是老王? 忠诚找到王轩,暗中问道,眼神不善,双目瞪得很大,低声道,我姐说的,你,真的也是老王? 你还差我一本经文,半不写真呢? 王轩觉得,没有必要瞒着了,既然他们猜测出了,还不如大放地承认。 我锦号,忠诚目瞪口呆。 来,我给你介绍个新朋友,他叫秦成,名字和你挺有缘的。 王轩找到了正在和一位美女聊得正欢的秦成。 小王过来! 老陈喊他,然后,将神圣龙蛋与魔法圣权的事告诉了他。 三个老头子,五个中年人都露出一色,陈永杰这是很看重这个年轻人啊,居然将这种事情和他说,五个中年人包括林启明与赵泽俊。 老陈开口,各位,小王很像年轻时的我,喜欢钻研究术,如果你们各家有些另类的经文,可以交给他去练试试看。 他的悟性连我都很佩服,我老陈在这里承诺,如果他能练出一些名堂,必有后报。 王轩一听就明白了,老陈到了超凡领域后,有一定的底气了,终于开始打各家书房的注意,今天迈出了第一步,后面肯定会有别的门道。 için teşekkür ederim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